我方和美国采购MQ-9B无人机 尽管还没到货 但MQ-9A款可能先拿到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 7月28号发出备忘录指出 将提供台湾3.45亿美元 相当于108亿台币的军事援助 台湾不必等生产及销售 就能获得来自美军库存的武器 很可能就是包括 这个弹兵锡型的刺针飞弹 还有各式的精准弹药 也就是防控飞弹 或者是防剑飞弹 以及这个战场的情报监视系统 当然可能就是所谓的 这个无人机系列 从武器到监视系统 都可能是军援内容 但台美双方对此保密到家 总统府声明 感谢美国政府履行对台的安全承诺 双方将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至于军援的相关细节 总统府没有评论 总统提用权是对台湾军售以外 另外一个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重要工具 对于援助的内容 基于台美默契 不欲评论 当然我们正面看待美方 积极协助我们国防戒军战备 也期盼这样子的协助跟军援 能够符合我们国防的实际的需要 台美交流重要进展 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也通过国防授权法 包括要求美国国防部 要协助台湾军队培训 及推动后备军力改革 呼吁台美军事网络安全合作 且包括防长 美军参谋首长 联席会议主席 及国家情报首长等 就全面分析 中国对台军事风险 递交报告 之后还有参议院 甚至是到后面的 一个行政部门 就是执法部门 行政部门 这一边他要如何去执行 这一些法律 这一些法案的推动 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面 也会让美国或者是全世界 更注意到更观察到 更注意到我们国家的存在 美方攜手台湾 共同捍卫区域安全 停进的同时 也在考验台海底线 步步为营 金新闻最后报道